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有消极指出 香港政府向这次豁免赴港参加法律州的海外嘉宾的防疫限制 显示这座城市目前急着敞开大门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国际金融投资领袖峰会2号到3号进行 大概有200名国际金融企业高管出席 因为香港依旧实行海外陆境0加3的限制 原本在陆境 前三天不可以在餐厅用餐或是进入指定场所 港府额外豁免了与会人士的一些防疫条件 并令他们参加会议以及用餐 于文表示 参加峰会的国际企业高管传达给他一些重要的讯息 就是希望香港可以进一步放松防疫限制 此外 参加金融科技州的海外科技公司高管们 被允许在餐厅包奖用餐 本周末观看香港国际七人感染球赛的观众 也可以在看台之上吃东西 这三个引人注目的活动都是三年一代首次邀请国际嘉宾的参与 目的在于证明香港依旧可以无愧于自封亚洲国际读会的称号 不过对于已经忍受了好几年新冠疫情防疫规定的香港居民而言 给来访的高管提供控制跟特权刺痛了他们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东叶向中央社表示 如果港府对于参加国际性活动的海外嘉宾 互免防疫限制 目的是为了作为事业 评估没有带来额外疫情的风险 并可以将路径检疫进一步放松 那么相信大众会更加接受 他表示但是如果港府一直为了海外嘉宾提供豁免 而没有整体性的社会放松路径检疫 怎难免会产生一些公平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于文表示 希望中国大陆的边境可以很快开放 而这对于香港重新跟大陆接规是非常重要的 他表示他明白香港政府已经平板的跟中国大陆方面进行讨论 他还说上个礼拜的金融峰会之中 中国监管机构也明确表示 他们重视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大陆的跳板 并且承诺将会支持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角色 中国恒大今年初被爆出 元朗和双维利皮已经被上述资本接管 恒大发公告指出 已经接到资产接管人的通知 所涉及到质押标的资产 也就是直接持有的元朗土地项目 三官附属公司股权以及公司间负债 已经被资产接管人以6.4亿美元出售 纵横媒体报道 恒大自去年爆发财务危机以来 不断出售不动产、股票等资产变现 是不填补巨大的财务缺口 不过这一年多以来 支债券利息延迟给付形成暴雷情形 不但使得债权能心慌 也使得市场信息崩盘 加上来自官方指示的报交楼政治压力 使得恒大财务问题一时难解 根据恒大6号在香港交易所提交的公告 被这权能以6.37亿美金的价格出售的一块 位于香港元党 原本打算用来住宅开发项目的土地 公告表示 恒大预计本次交易将录得大概7.7亿美元的亏损 出售所用款项兼用于还清这项专案的财务义务 包含窃款、贷款 不过恒大并未投入买家 据了解香港元党项目 是由美国不良资产管理企业项素资本接管 此前作为该交易 作为抵押资产 从债权能处取得的5.2亿美元融资 不过后来因为恒大未能还清到其债务 债权的依照合约约定接管项目 恒大在2019年 从恒基地产手中购入这块地 计划新建低迷度的住宅 总面积达到89.3万平方公尺 包含一座面积将近25万平方公尺的皇宫屋 恒大曾经在2021年8月间 在市场为这块土地寻找卖家 当时开价是80亿港币 另一方面恒大地产在7号晚间公告 其旗下的依走恒大01 依走恒大02两制债券 今年第二次债券取有人会议 分别表决通过了 关于调整依走恒大01 债券利息兑换支付安排议会 以及关于调整依走恒大02 债券本席兑换安排议会 两项议案通过率均在半数以上 至此19恒大01 19恒大02两支债券的本席兑付将再度整齐 香港正逐渐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正好开始更加抓住中国大陆的市场 目前港府跟深圳联合发布 2023年深港联合招财影制计划 分析指出 由于中国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 香港已经是唯一可以在制裁之下 经济活命的白手套 因此相信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必定会推出一连串的措施 来制造新香港经济烦恼的假象 综合媒体报导 深圳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香港特区政府驻越经济贸易办事处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 中国欧盟商会 本月6号共同举办第九届的 深港人才合作年会即深港联合招财影制活动 并且共同发布了2023年 深港联合招财影制计划 同时香港才刚举行过国际金融峰会 七人橄榄球赛等一系列大型活动 随后也有香港法律桌等活动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这些活动向外展现出香港的活力 他重申在风险可控的情形之下 将有序减少限制 为大型活动理定针对新的防疫措施 希望逐步增加活动空间 不过自由亚洲电台一边社评指出 李家超的时政报告在二十大期间出现 相信可以做的是拖一下楼市 同时又会逼财团释出农地建估 说成是解决房屋问题深层次的矛盾 其实真正目的是要方便中国大陆的资金 通过买卖香港房地产方式走前 社评表示 由于中国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 香港已经是唯一可以在制裁之下 经济活命的白手套 相信二十大之后 必定会有一连串的措施 来制造新香港繁荣稳定的假象 社评表示 新香港必须中央政府 配合另外一系列的经济挽救手段 就是大局输入中国大陆的专才 让中国毕业生可以入境香港 长期居留找工作 有雇主聘请就可以火速拿到身份证 虽然一流人才不会选择新的香港 不过这样的做法可以填补香港 失去的数十万人口 数据上来看依旧可行 据新香港李家超的第一份试将报告 很可能成功争取解决土地问题 作为一大攻击 自从新香港出现之后 香港地产界面对首当其中的压力 于是有地产界率先主动捐地配合 以求重新发落 但是社评表示这样一来香港的中国大陆化 只会加速进行 留下来的人的诱因将会进一步的降低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结构极致的大陆化 国际社会保留香港特殊低位的诱因 又会进一步的消散 这只会反过来加强留在香港的不可测信 香港新增4634例本土病例 并且有5个人难以死亡 不过在此同时港府声明表示 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可以降低 短期逗留团旅客 入境进行的核酸检验次数 以及逗留期间筛检的次数 具体安排最快本月中旬出炉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 如王美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 团进团出安排实行之后 将会吸引更多东南亚国家的旅客 他指出新安排对旅客吸引不大 不过可以向海外旅客 续出香港逐渐复场的信号 中海媒体报道 港府7号公布在平衡疫情风险 跟机器发展需要的同时 以及在考虑经由旅行代理商接待 并且由持拍导游陪同陆境团 可以协助有关旅客 在遵循防疫措施的情形之下 进行旅游活动 因此将在本月向陆境旅行团旅客 推出针对性的安排 有关安排可协助陆境旅游市场 逐步有序的回复 向旅游业者提供更有利的营运空间 不过香港当局表示 入境旅行团要获得有关针对性的安排 持拍旅行代理商 这必须事先向旅游业议会 登记相关路径的旅行团行程 同时也必须承诺 严格遵循适用的防疫措施 要求旅行团的旅客 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以及符合疫苗通行证的工作 工作人员在接待旅客期间 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另一方面还有消息表示 港府目前正在研究 是否可以降低短期逗留客 入境续性型的科三检验 以及逗留期间快塞检验的次数 具体安排 这一块在本月中旬就会出炉 锁出疫苗通行证为狂马的团客 需要经过预先登记 可以在指定的餐厅分隔取来内用 以及进入博物馆 主题乐园 寺庙等指定的间店 香港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表示 新的安排标志香港逐渐复偿 为全球旅客 以及旅游合作伙伴 带来正面讯息 相信有助于逐步吸引 休闲旅客重新来临 尤其是短期市场的旅客 旅发局将会持续跟地方旅游 以及相关产业合作 推动香港旅游的复苏 他表示上个月已经联系 超过200间的本地跟海外业者 涉及到旅行社 酒店跟景点 进行超过400场的会面 商讨合作机会 准备重新吸引旅客 与香港反送中运动有关的6月 人道支援基金秘书施成威 日前被警方逮捕 警方指控他涉嫌创谋 勾结外国势力 而同时已经停运的香港 网络媒体立场新闻 前数理总编辑林绍彤 在还押11个月之后 获准保释 中海媒体报导 香港警方7号证实 国安处本月5号 在机场拘捕一名384的男子 涉嫌香港国安法第29条 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被捕男子 或准以10万元港币保时候查 必须交出旅游证件 明年2月上旬 必须向警方报道 最了解被捕男子 为已经停运的612 人道支援基金秘书施成威 2019年泛民主派团体 发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反对政府修立逃犯条例 同年6月示威演变成为 大规模冲突 许多人因此被捕 泛民派政党跟团体 其后成立612人道支援基金 透过筹款协助被捕示威者 比如并请律师以及打官司 今年5月 香港警方依国安法拘捕了 基金5名信托人 以及施成威 5名信托人分别是 天主教 香港教区龙修主教 陈日军书基 日立法会前议员 吴瓦怡 以及何秀兰 艺人何运师 里南大学前学者徐宝强 当时警方指控他们 涉嫌请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对香港实行制裁 涉嫌犯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 不过警方其后 只是依社团条例 起诉陈日军等5个人跟施成威 指出他们没有在特定时间之内 为基金申请注册 或是申请豁免注册 案件已经在今年9月 在西吉隆裁判法院开审 同时已经停运的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 前树立总编辑林绍彤 在还押11个月之后 获准保释 她被控涉嫌发布煽动文章 并且在上个礼拜 庭审时否认控罪 案件押后到下个月中旬处理 辩方资深大律师当庭表示 此案两名被告在狱中 每天忙着应付审讯 无法处理其他文件跟律师商讨 其中林绍彤患有严重疾病 曾经接受标靶治疗 大部分涉案文章出版日期 她都需要请病假 林绍彤在保释期间不许离开香港 也不许接受媒体采访 而同一个案件 另外一名被告 前立场新闻总编辑 中配权持续还压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香港台的新闻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